第1581章新鬼祭坛 观星府是对于李牧来说 是老熟人 当初在万仙府帝 他与观星府之间 也算是有过一些合作 这是善缘 观星府如今的掌舵者 是两位先生籍的存在 尊称分别为新皇、新帝 是六皇六帝之中的人物 而且 和其他天道盟的势力不同 观星府是唯一一个坐落在天道山上的宗门 其作用和地位 相当于古代凡间的观天间一样 之前 当李牧作为一个非生者斩杀破军 纪月等人的消息战绩 和疑似非生者第四爵士的消息 传到天道山之后 观星府按照惯例 对李牧进行了推演 本是一次在正常不过的尝试 谁知道一事之下 竟是出现了大问题 观星府的普通修士和仙人 根本无法捕捉李牧的命运轨迹 强行推演 直接吐血 最后 是新帝出马 但依旧无法推演下去 在最后 新皇和新帝这两位观星府的最强者 联手推演李牧的命运轨迹 在耗费不少宝物 且伤及自身本源的代价之下 两大强者终于是勉强捕捉到了一丝 关于李牧的未来端倪 这就是第一幅天机推演图的来历 经此一次推演 两大强者损耗肥小 只能闭关养伤 这一养 就是越于时间 一直到今日 还未完全养好 好在有鬼谷子和刘伯温两人联手协作 才能于今日 勉强再度开启推演 而且 还有一个条件 去的是李牧自己配合 进入推演大阵之中 才能进行 这个条件 让龙帝 李白等人都有些迟除 因为进入推演大阵 意味着有危险的存在 如果神识不是足够强大的话 一旦出现差错 很有可能导致李牧神识破碎 后果极为严重 无妨 李牧却是很爽快的答应了 他对于阵法 时间傲益精通 解他的神识之强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远超六皇六帝和三十六柱神级别的人物 无所畏惧 眼见李牧如此坚决 其他人也不好反对 一行人来到了观星府 这是天道宫的宫殿群之外 一片独立的塔林建筑 各式各样风格的冰塔 矗立在不同的区域 尤其是那些明显不属于 同一历史时代的冰塔 让人看起来有一种 时空错乱的感觉 李牧甚至看 还看到了几座楼宇 与如今地球上现代高楼大厦的建筑相似 整片塔林 仿佛是一个大杂烩的塔类建筑博览会 最中间的区域 则是一个千米高的冰雕祭坛 十米多一层 总共99层 而且每一层都像是巨大的冰面一样 与不同的速度 在缓慢地旋转着 其上都有冰雪雕刻 不同的图案 标记和符号 还有密密麻麻的纹络 指针之类的东西 让整座祭坛 像是一台高速运转计算之中的机器一样 这是关心府的政府至宝 名曰新鬼祭坛 推演天机 便是以此物为核心 上一次的天机推演中 新鬼祭坛有数处损坏 数日前才休憩完成 隆帝介绍道 说着 新皇和新帝两人 来到关心府正门口 来迎接李牧 作为天道盟的小公子 李牧如今在这天道上的地位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各方都不敢怠慢 参加小公子 我等二人 因为闭关养伤 未能觐见公子 还请恕罪 两大强者迎上来 姿态都摆得很低 一番仪式般的交流之后 众人进入关心府 然后的一个时辰时间里 都是由新皇 新帝 刘姬和鬼谷子四大专业人士 向李牧介绍整个天机推演的过程 程序顺序和重重主义事项 而大约千人的关心府弟子 则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各种正法和实物布置 天机推演 是个大活 而且正是开始推演 还要算良辰 一直到当日下午 李牧才踏上新鬼祭坛 他端坐在祭坛的最顶部 第99层祭坛上 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图案 分黑白二色 李牧端坐于八卦图案的最中间 中围寒风呼啸 雪花飘飞 颇有一种登高临绝顶 一览重塔小的雄壮感 在新鬼祭坛的中围 有四座临时建筑起来的新塔 分别为圆塔 三棱塔 五星塔和六芒星塔 是四位主持这次天机推演的 先生强者洛生之所 清鬼祭坛已经停止了转动 万籁俱进 开始 清皇魂后的声音 在圆形塔中传出 空朦胧 清鬼祭坛重新启动 除了李牧身下的第99层之外 其他98层 都以不同的速率 缓缓地开始转动了起来 一瞬间 李牧眼前的景象 完全变化了 风雪消失 白色冰塔消失 甚至连天到山都消失了 只剩下了新鬼祭坛和曼天星河 天穷漆黑而又永远 点缀着无尽的星辰 金光闪烁 平增几分神秘深邃 地球上 凡间曾有传说 认为尘世间的每一人 对应着天上的一颗星辰 人死之后 星辰就会陨落 云云众生 亿万生灵 就如这天上的星辰一样 从一出生 他们的命运 就已经注定了 这便是所谓的人命天定之说 这是粗浅且充满了 谬误的天机术的认识 实际上 真正的天机推演 虽然也借助于星辰之力 但其中真正的奥义 在于对宇宙之间大道法则的运转和观察 进而推测出一些信息 很快 李牧就感觉到 冥冥之中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笼罩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不是天地元气 不是大道法则 是命运之力 命运的脉轮 在这一刻 开始运转 然后李牧就看到 朱天心尘也开始 以远超正常状态的速率 开始闪烁 运转 演变 李牧有一种一眼万年的错觉 今和演变的速度 远超想象 漫天的星途 就像是漆黑色的盘子里的千百颗珠子一样 被人狠狠地搅了一把 然后无序而又混乱地滚动碰撞 不断地变换成为不同的形状布局 不到最后一刻停下来 谁也不知道 他们最终静止下来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图案 李牧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用超级倍速 来观摩整个宇宙的变迁是一样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时间的流速 仿佛是被加快了千万倍 他开始修炼 之前四大强者就分别告诉过李牧 推演天机的整个过程 无需刻意去做什么 只需等待或者是修炼即可 李牧没有选择汲取天地元气 提升境界 而是开始借着天机推演的机会 想要将时间奥义 推演到最巅峰 天机推演的最大意义 其实就是在操控时间 准确地说 是超越时间 进而在当下为基点 去提前洞察到遥远的未来 所要发生的事情 对于四大强者来说 是如此 但对于身处新鬼祭坛上的李牧来说 更像是身处时间洪流之中 在感受时间从身上呼啸而过的那种感觉 他原本就对于时间法则的奥义 李牧极深 借助这一次机会 李牧觉得 自己隐约之中 已经开始窥视到时间的巅峰奥义了 时间流逝 李牧完全沉浸在其中 原本模糊的道则 在李牧的面前 逐渐清晰了起来 李牧有一种感觉 仿佛自己一伸手 就可以将时间的奥义 宛如食物一样 抓在手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轰偶 震荡声传来 李牧从入定中醒来 顿时 他看到了诸天星辰 正在如末日到来一般 开始坠落 一道道流星火焰划过星空 清晨失去了运行轨迹 从轨道上冲出 彼此撞击 坍塌 破灭 仿佛是一簇簇刺目的烟火一样 让星空不断地闪烁着 一簇簇簇目的亮光 这是怎么回事 李牧大吃一惊 难道这就是天机推演之中 看到的未来景象吗 未来 是一片末日 突然 他的身体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就看宇宙星空 仿佛是被打碎了的玻璃一样 裂开了一道道的裂缝 旋即破碎 坠落 在星空破碎的裂缝之中 李牧看到了风雪 看到了冰塔 看到了天道山 剧烈地晃动 正是从身下传来 归宏浩大的新鬼祭坛 正在剧烈地晃动 仿佛是要坍塌 坐离祭坛 也不知道是哪位的声音 在空中传来 李牧更不迟疑 直接发力 想要离开新鬼祭坛 然而一股无形的力量涌来 竟是将它按在祭坛上 没有跳起来 轰朦胧 新鬼祭坛开始崩碎 下方的一层层 都裂开 化作冰块 朝着更下方滚落 旗上的指针 符文 标记 记号等等 全部都崩碎 原本也不知道隐身在每层祭坛什么位置的观星府弟子们 犹如离朝的黄蜂一样 纷纷狼狈不堪地冲着外面飞射出去 一种恐怖的湮灭之力 在祭坛中心缓缓地爆发出来 李牧被淹没在其中 他娘的 李牧忍不住标出一句脏话 他看到新鬼祭坛周围的那四座施法塔 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崩塌着 也不知道其中的新皇 新帝 鬼谷子和刘姬四人 现在情况如何 李牧感觉到危机的降临 毫不犹豫 直接施展了时间而已 穿越时间 终于成功脱离了新鬼祭坛 到了安全范围 第1582章四副未来图 新鬼祭坛的变化 显然是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在数千名以外等待着的李白 宋皇 龙帝等人 更是面色大变 怎么回事 祭坛要坍塌了 不好 快 救人 诸大强者 纷纷释放出自己的先道力量 开始救人 有人去救那些被爆炸波及眼 看着无法逃出的关心府弟子 也有人朝着那四座施法塔飞去 轰猛龙 新鬼祭坛之中 不断有爆炸声传出 其内蕴含着的恐怖力量 仿佛是星辰爆炸一样 便是整个关心府都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而最可怕的地方 还不是新鬼祭坛 而是那四尊施法塔 这一瞬间 仿佛是天地暴怒一样 将所有的怒意 都从天穷之上倾泻下来 灌注进入到了四尊施法塔之中 恐怖的破坏力 几乎是在瞬间 就让四尊有着仙道阵法守护的冰塔 粉碎坍塌了下来 而正身处其中的鬼谷子 刘姬 新皇 新帝 则是瞬间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那恐怖的天怒天罚之力 针对的正是他们四个人 恐怖的混乱法则能量洪流 仿佛是天河道观一样 朝着四人席卷而去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四人在之前的天机推演之中 消耗了太多的仙缘 而且仿佛还遭受了天道反噬之力 竟是个各都受伤不清的样子 眼看着四人 就要被天道法则乱流吞没 难道是逆天而行 洞察天机导致的天法 李牧也看得心惊肉跳 李白浑身见义薄发 一朵璀璨青莲 将她的身体包裹在其中 直接朝着被困在混轮 法则洪流中的刘姬飞了过去 大鹤道随我剑走 万片青莲花瓣 化作一柄至上神剑 破开天道逆流 来到了刘姬的身边 刘姬抓住机会 冲入青莲花瓣之中 与此同时 屈子也是长吟离骚 展开了自己的仙道领域 逆着天道乱流额上 仿佛是一个在滔滔历史长河之中 逆流而行的悲苦旅人一般 不断地朝着被困住的鬼骨子而去 酒气书仙张旭站在原地 双手各握着一支笔 赵克曼胡音 蜈蚣双雪鸣 他左手辉豪 金色自己烙印在虚空之中 正是李白的千古名著侠刻行 没写出一个字 便化作一道金光 飞射而出 不断地汇入到李白的青年剑光之中 地高阳之苗一息 镇皇考曰博庸 张旭左手写的 乃是屈原的离骚 一是没写出一个字 就化作流光飞射 涌入到了另一边屈原的仙道领域之中 在张旭这位金牌辅助的支持下 李白和屈原付出九牛二虎之力 才终于将鬼骨子和刘姬两大助神 从那天乏混乱法则逆流之中救了出来 而另一边也是同样 龙帝显出法象真身 化作一条赤红真龙 拼着肉身受损 将心帝从坍塌的施法塔之中救援出来 而宋皇一身黄袍 拼上了数件仙器 才将心帝救出来 空偶 终于 四座施法塔彻底坍塌 化作了漫天冰蟹纷飞 而建成已经有千年之久的新鬼祭坛 也几乎是在同时 崩裂坍塌 化作冰雪鸡粉 朝着四周飞扬辐射 巨大的震荡之力 将整个关心府的数百座星塔 直接震倒 整个天道山 都在颤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地南沿脸上的金融 到 你们 推演天机 到底看到了什么 所有的目光 都落在了四位施法者的身上 李牧心中 也是震惊万分 他内心里猜测 不会是自己在新鬼祭坛上 修炼时间傲益 导致这一次天机推演失败 引发了这样可怕的连锁反应吧 天道反噬 心黄剧烈的喘息着 嘴角一出血迹 道 连续两次 推演天机 逆天而行 遭受到了天道反噬 众人闻眼 都是一呆 李牧心中 确实松了一口气 还好 不是自己的原因 就说嘛 之前四大施法者 都和他说过 等待天机推演开始 自己不用刻意去配合任何事情 只需在新鬼祭坛上修炼即可 绝对不会影响到这一次的天机推演 那你们可曾看到未来天机 龙帝恢复了人形 神色灼灼的问道 金黄和新帝对视了一眼 面色复杂 不知道该怎么说 李牧见状 心中越发好奇 他正要问什么 突然 就看到鬼谷子在屈原的搀扶下 很隐蔽地对自己做了一个手势 快离开这里 鬼谷子的声音 在李牧的耳边响起 尖道传音 李牧心中一阵 鬼谷子让自己快逃 莫非刚才的天机推演中 他看到了什么对自己极为不利的画面 李牧心中微微移动 时间法则已经悄无声息地弥漫开去 他并没有逃离 而是想要听一听 其他三大施法者都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 天道山塌陷 天道宫烟灭 心黄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什么 不等其他人说什么 心地却是一脸震惊 可是 我分明看到的是上三天之门打开 先嘱咐神赢着圣光 进入上三天 这不可能 心黄大吃一惊 他和心地乃是孪生兄弟 执掌观心服以来 律次推演天机 相互之间的配合协作 已经达到了天音无缝的境地 可以说是心灵相通也不为过 从未有一次的失误和不同 但是这一次 心地看到的未来画面 竟是和自己完全不一样 两个人相互对视 难掩震惊之色 被屈原搀扶着的鬼骨子 脸上也显然浮现出一丝恶然之色 他没有想到 心黄心地看到的景象 竟是与自己的截然不同 这时 刘七也是脸上 也带着意外之色 略微沉默 他缓缓地道 我看到的画面 是李牧被一柄白色的剑 刺穿了身躯 湮灭道则吞噬了他 众人心中的惊讶更甚 这是什么意思 第三个人 看到的未来 与前两者竟然也是不同 于是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鬼骨子 鬼骨子略做思考 道 我看到的画面 与三位都不同 是一望无际的残缺公爵 白骨 还有游荡着的幽灵 那是未知之地 绝对不是中三天 我看到了沐云先主的身影 李牧锦随其后 众人听完 更加糊涂 怎么会这样 四个天机推演大师 本以为可以窥视到李牧的过去和将来 但是竟然看到了四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而且听起来 这四幅画面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李牧也是一头雾水 天道山崩塌 天道功覆灭 沐云先主进入上三天 自己被一柄白色的剑杀死 自己和沐云先主一起出现在一个陌生之地 伺服画面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李牧的大脑在飞快地运转着 不对 刚才鬼谷子为何要传音 让自己立刻逃离这里 如果他看到的是自己和沐云先主一起出现在某个陌生之地的画面的话 没有道理冒着被其他人发现的危险 传音让自己赶紧逃离 所以说 鬼谷子其实并没有说出自己看到的真相 或者说 没有说完整 也就是说 这四幅未来画面中 有一幅其实是假的 既然鬼谷子都有可能说谎 那其他人呢 刘基 新皇和新第三人 是不是也存在着说了假话的可能 毕竟这四人可是分属两个不同的大阵营 一旦当他们看到了对于自己阵营不利的湖面 或者是看到了什么不能让对方知道的信息 极有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直接说出来 这四幅未来画面有可能都是假的 李牧想一想 顿觉头大 局面有些诡异啊 极有可能除了李牧之外 只有四大施法者自己 才知道这其中有谎言 李牧很明智的保持了沉默 其他众人 在最初的震惊和沉默之后 都逐渐回过神来 为何会是这样 纵黄道 按理来说 四位看到的未来天道画面 应该是一致的吧 何以会出现偏差 这句话 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心地苦笑 嘴角又一出一缕鲜血 道 可能是天道错乱 我们四个人看到的画面 只是未来天道长河之中某一个片段 原本一切正常的话 只需要继续运转心鬼祭坛 继续推演 最终便可以将这四幅画面拼凑在一起 知道其前后顺序和前因后果 可惜天道反噬 祭坛崩塌 小公子的身上 牵扯了太大的因果啊 已经不是我们四人和心鬼祭坛所能承受 其他三大施法者 也都面带苦涩地点头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可真的是由父所托 脸丢大了 小公子不愧是道子 竟然能够引动如此之多的因果 不过 这一次推演 总归也有好消息 先嘱咐神进入上三天的画面 应该不会错 赤地连忙道 有人微微点头 但宋皇和龙帝 却是齐齐瞪了一眼赤地 这样说的话 那岂不是意味着 未来有一日 小公子李牧真的会被一柄白色的剑杀死 第1583章 只有你 赤地被两大强者瞪了一眼 立刻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了话 脸上很是尴尬 纵皇姐为道 此时需要从长计议 不如我们先回去吧 众人神色不一 纷纷点头 观心府的弟子们 则是亡魂未定 看着坍塌的新鬼祭坛 欲哭无泪 清帝道 宁府中弟子 即日起 开始重建新鬼祭坛 说着 又看向龙帝等人 道 诸位 祭坛是父神先主所需之物 不可久费 必须尽快修弃 需要诸位的鼎力协助 还忘物要推辞 这是自然 观心府但有所需 直接开口即可 这是整个天道盟的大事 相信没有人会拖沓 鸡大帝皇强者纷纷表态 便是李白等人 心中也不得不承认 天道盟内部诸大强者之间的协作和团结 并不比非生者阵营逊色多少 众人离开 潘贵殿 李牧独座主座 手边两侧 则是非生者阵营的五大助身 还有天道宫的诸大帝皇强者 分别落座 一番商议讨论 最终也没有得出什么明显结果 次赋未来图 可以拼凑出无数个故事来 每个故事的开始和结局还完全不同 图中透露出来的信息 残缺不全 但有点可以确定 与李牧有关的部分 也不能直接表明李牧的立场和真正身份 尤其是从鬼谷子所看到的那一幅未来画卷中 李牧与牧云仙主一起出现在陌生之地的情境来看 两人的关系应当是极为不错 大概可以推翻第一次仙道推演图的结果 坐实李牧是天道宫小公子的身份了 那陌生之地 莫非是上三天 小公子和父神一起进入到了上三天 可为何上三天是一片残缺公爵 百骨遍地 不 应当不是桑三天 不管如何 小公子的身份 如今可以完全确定 无需再有质疑了 这倒是 呵呵 不管怎么说 至少在未来 先祖父神的确是进入到了上三天 这绝对是一个大好消息 毕竟画面中 没有太使道尊这个老贼 对 还有 刘道友看见小公子被一柄白色的剑洞穿身躯 但并不意味着就此陨落 以先祖父神的修为 必定可以逆天改命 是啊是啊 赤弟一听这个话查 连忙街上 道 所以 小公子大可以放心 李牧微微一笑 不多说话 这 就是众人最后得出的结论 而另外一个结论 就是关于第一次天机推演图 双方阵营更是一致认为 怕是被道尊盟案中阻挠算计了 毕竟道尊盟中 有当今中三天两大巨头之一的太使道尊作证 如果此人出手的话 是可以隔绝和虚拟天机 导致关心腐的第一次推演 出现与现实截然相反的结果 且道尊盟也有这么做的理由 一番议论之后 众人也都离去 亲皇 心地 鬼骨子和刘姬四人 伤势不清 需要回去调息修养 而其他人 也各有要事 今日天机推演的结果 必定是要拿到各自阵营的内部 详细讨论 李牧原本想要单独留下鬼骨子 详细问问清楚 但转念一想 这样做 反而容易引起各方的怀疑和猜测 于是作罢 等到众人都离开 李牧依旧端坐于主座上 脑海之中 无数个念头和可能性在疯狂的运转闪烁 对于那四幅所谓的未来天道图 他已经不去关注和纠结了 因为可能都是假的 在这四幅未来天道图上 花费太多精力 反而是容易被误导 现在他想的是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去拜见鬼骨子 你底 必定是从鬼骨子的身上揭开 只是 在天道宫这样的地方 自己的行踪 很容易暴露 一旦被天道宫的人发现 自己撕下去见鬼骨子 必定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怀疑 头大啊 李牧太一口气 自进入中三天以来 迷雾一团接着一团 到现在 他真的是有点猛了 正想着 突然外面传来脚步声 李牧抬头一看 表情微微一正 竟是关心府的新帝 此人竟是去而复返 所为何事 李牧心中想着 表情却是没有任何异状 微笑着道 新帝前辈 去而复返 可是有什么事情 要单独告诉我吗 新帝面色 有点复杂 他看着李牧 足足一盏茶的时间 才道 我有一些事情 只能告诉小公子一个人 还请小公子隔绝周遭一切契机 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嗯 李牧心中奇怪 就连赤帝 龙帝等前辈 也不能知道吗 他故意问道 新帝点头 李牧道 可是 前辈你这样光明正大而来 别人肯定看在眼中 想要保密 怕是不可能的吧 新帝道 我自有手段 没有人可以知道 我来到了攀柜店 李牧柔了柔眉心 试探 还是真的有要事相告 略微犹豫之后 李牧屈指一弹 持六道刀光 飞射而出 顿入虚空涟漪之中 迅速消失不见 同时 以李牧为中心 亦有一道道 看不见的时光流波 流淌出去 覆盖了大部分的攀柜店 好了 前辈可以说了 李牧指了指旁边的冰椅子 清帝自是清晰的感觉到 整个攀柜店 两人所在的位置 像是直接从原本的区域之中消失了 一种极为诡异难以形容的感觉 就仿佛周遭一切都模糊不定了起来 隐生生地与整个世界天地脱节一样了一样 他心中 不由得暗自凛然 很可怕的手段 这位小公子的修为 显然是要比他之前推算的更神秘 其实 今日的天机推演结果 我并没有说出真相 清帝的第一句话 在李牧的预料之中 但也让李牧心神狂跳 果然 不只是鬼谷子一个人说谎了 不知道前辈看到的真相 是什么呢 李牧语气平静地问道 清帝脸上 隐约浮现出一丝挣扎之色 很显然哪怕是到了这个时候 他依旧有些犹豫 让新帝这种身份地位和修为的人 犹豫纠结到如此程度 到底他在天机推演之中 看到了什么恐怖的画面 李牧越来越好奇了 而且是什么样的缘故 竟然让新帝选择和自己来说 在李牧的注视之下 新帝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道 我看到仙主父神从闭关中醒来 化身为魔 斩杀了天道宫的所有人 就连我们六皇六帝 也被仙主父神 一一斩杀 吞噬了惊元 那是一副非常恐怖的画面 我现在仿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仙主父神一剑刺穿我的仙道本源时 那可怕的画面 李牧这一次 真的是大吃一惊 牧云仙主斩灭了天道宫所有强者 怎么会这样 如果这话 不是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场景下 从天道宫六皇六帝之一的新帝口中说出来 李牧是绝对绝对不会相信一点点的 但即便是如此 李牧也无法全信 因为 他现在依旧无法确定 新帝说的是真是假 万一他看到的另外一些与自己有关的画面 进而故意前来 利用一些谎言 来套取一些信息呢 李牧仔细观察新帝的表情 他刚才说话时 那种心计 仿佛不是在表演 一个先生及修为的存在 那种经济和恐惧 绝对是发自于身心灵魂 才能如此精神状态 这些话 其他人知道吗 李牧问道 新帝摇头 李牧又问道 既然如此 前辈为何要告诉我呢 龙帝 世帝和宋皇等人 与前辈的关系 应该是更为深厚吧 这种事情 前辈应该去与他们商议啊 就算是你不想与他们商议 也可以与新皇前辈商议 毕竟你们二人同气怜之 彼此都是世界上最为值得信任的人才是 亲帝苦笑道 这种事情 我若说出来 他们信不信海良说 即便是信了 以他们对于先主父神的狂热信奉 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哪怕是父神让他们去死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李牧道 这么说来 六皇六帝之中 前辈对于牧云先主的信奉崇拜 是远不如其他人的吗 亲帝摇头 道 我对父神的信仰和崇拜 自是不比其他任何人弱 但是 只有真正看到了未来的那一幅画面 真正感受到了当时的恐怖 才会明白我的心情 我能够感觉到 父神化身为魔 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但那绝对不是先主父神的本意 其他人都感受不到那一幕 所以他们也无法理解我的选择 李牧道 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选择告诉我 亲帝道 因为我虽然没有看清楚关于你的未来 但是 洞察推演天机的时候 冥冥之中 有一个声音 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玄之又玄的气息 他在不断地告诉我 只有你 才能化解那一切 只有你才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他看着李牧 眼神中充满了肃穆和期待 第1584章真正的画面 李牧略微错愕 竟然是这个理由 倒是可以解释得通 不过 这个理由 既无法被证实 也无法被证伪 相信还是不相信 全在于李牧自己 李牧反问道 新帝前辈 告诉我这些 是想要我怎么做呢 亲帝摇头 道 我也不知道 李牧沉默 亲帝又补充道 希望小公子知道这些 心中有所警惕和准备 先嘱咐神为何会化身为魔 我会去查清楚 未来的迷局和绝境 需要小公子才能逆转 所以 小公子 多多保重了 说完 他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李牧突然道 这些话 其他人知道吗 亲帝指不 道 这些话 我只告诉小公子一人 就算是新皇 我那位哥哥 他也不知道 李牧点点头 道 那你知不知道 新皇前辈在天机推演过程中 真正看到了什么吗 亲帝摇摇头 道 我用六成把握 我那位哥哥 今日在关心府废墟中说的话 是真的 至于其他四成 我也不敢保证 但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四人 看到的画面 绝对不相同 并且彼此之间 并不知道对方看到了什么 李牧站起来 拱手 道 如此 多谢前辈 说完 撤去了 潘贵殿中的阵法 亲帝大步的离开了大殿 消失在大门处 李牧目送他离开 脑海中 却是一个个念头闪过 他更喜欢正面交锋 喜欢拳拳到肉 酣畅淋漓的大战 像是眼前这样 在迷雾之中摸像的猜民游戏 真的是让李牧淡疼 回到大殿中 还未坐下多久 便又有一人 前来拜访 非生者阵营的 三十六柱神之义屈子 屈前辈 快请坐 李牧热情招待 这是他崇拜和尊敬的人物 接待态度 自然是与心地有所不同 屈原面色平静的坐下 我是受了鬼谷子和刘姬所托 前来找你 告诉你今日天机推演的真相 屈子开门见山地道 李牧心中溺喜 郑愁没有办法去见刘姬和鬼谷子两人 没想到屈子的到来 一下子就解决了一切 前辈请说 李牧又在大殿之中 布置下了阵法 屈原也感觉到了那种仿佛两人所处的位置 直接被从这个世界 从这个未面抽离出去一般的诡异感觉 好似是全世界都消失 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如心地一样 屈子虽然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但内心深处还是颇为震惊 李牧的修为增长速度实在是太快 简直快的不合常理 屈原道 你应该已经知道 今日的天机推演中 鬼谷子看到的未来天道画面 与他所说其实是不同的 李牧点头 屈子接着道 鬼谷子看到的真正画面 的确是有残缺公爵和遍地白骨 但是 你并没有与沐云先主同行 而是在战斗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战斗 甚至还看到了战斗的结果 你击败了沐云先主 然而诡异的是 你很快就变成了沐云先主 李牧心中逆经 我变成了沐云先主 他不解的问道 屈子点头道 你击败了沐云先主 然后摇身一变 化作了沐云先主的样子 李牧听完 眉头微微皱起 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 一旦心中产生疑惑 开始思考的时候 李牧就会有这样的表情 他在想 自己摇身一变 化作了沐云先主 是什么意思 有三个解释 第一 自己击败了沐云先主 然后利用神通阵法 变化成为他的模样 可是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难道是要利用沐云先主的身份 去做一些事情吗 就像是孙猴子变成了牛魔王的样子 去骗取芭蕉扇 第二 有可能那个击败沐云先主的李牧 并不是真正的李牧 而是沐云先主所化 所以战斗结束之后 他就现出了自己真正的模样 但这样一来 被击败的那个沐云先主 又是什么人呢 第三 可以用很抽象象征一层面 来解释这件事情 比如屠龙勇士最终自己也变成了恶龙 击败了沐云先主的自己 是否最终也成为了另一个沐云先主般的人物呢 我好难啊 李牧在内心里吐槽了一句 他按捺住自己继续琢磨下去的冲动 问道 今日鬼谷子前辈不惜冒险让我快逃 按照他所看到的未来天道图 似乎暂时并没有必要 这却是为何呢 如果鬼谷子看到的画面 是自己击败了沐云先主的话 那今日的自己完全没有必要逃顿啊 居此道 鬼谷子感受到你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在天道宫中 你的处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危险 尤其是在之前新鬼祭坛坍塌的一瞬间 那种危险的预感 达到了巅峰 你随时都可能死去 所以 他才不惜冒险传音 让你速速逃离 李牧心中亥然 之前新帝来时 也提到了预感两个字 在新帝的预感中 自己将会成为最终解决一切黑暗降临的唯一可能 现在鬼谷子也提到预感 他的预感 是自己当时很可能瞬间就会死去 所以说 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件事情 擅长天机推演的大师们 在看到了未来画面之后 都会由此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预感 就仿佛是普通人在看到冲出牢笼的老虎 看到迎面而来失控的车辆 下意识的就会做出躲闪奔逃 并且脑子里会冒出我命修以这种判断 只是大师们的预感 显然更深更准 鬼谷子的预感 不会是假的 那就说明一件事情 当时的李牧 真的是处于绝对危险的状态 那么问题来了 危险来自于何处呢 李牧的修为 当时已经是先皇境界 对上诸大帝黄河助身 也不一定会输 除非是他们一拥而上 可但是的状态 只有四人看到了当时未来天道图的画面 而且既然鬼谷子和刘姬都选择让屈子来告诉真正的画面 那就说明这两个人对于自己没有杀心 至于新皇和新帝两人 新帝既然选择前来告诉自己真相 那他也没有杀心 就剩下一个新皇 以新皇当时受伤的状态 便是对自己有杀心 也不可能真正造成威胁 再退一步说 哪怕是新帝刚才所说 都是谎言 他其实对自己有杀心 以新皇 新帝两人当时的状态 即便是联手 也未必就是李牧的对手 所以 排除了一切 危险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 能够让鬼谷子产生那种极度危险的错觉的话 明念上来讲 整个天道宫之中 就只有一个人了 慕云先主 所以 慕云先主并不是真的闭关 而是以闭关的名义 一直都避免和自己接触 他在暗中观察 也许就在新鬼祭坛坍塌的那一瞬间 他突然就动了杀心 不过 后来又因为某种原因忍住了 李牧斯来想去 貌似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自己想歪了 为什么会不由自主的开始将慕云先主黑化 李牧想来想去 自从自己进入中三天以来 就开始不断的接触到一些对于慕云先主极为不利的信息 而且大部分还都是从不同的人口中说出来的 比如西王母 后来还有新帝 这些人 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和信息 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己对于慕云先主的认知 可是 慕云先主的贤明 却是在先界 在中三天 经历了无数年 无数人的评价累积起来的呀 到底是时间和多数人的累积可信 还是少数几个人所谓的心力重要 李牧骤眉 又揉了揉眉心 这也是他的习惯性动作 当他开始思考 他惯于揉眉 而当在思考中遇到难题的时候 他会揉一揉眉心 就好像是将眉间的皱起抹平 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那刘基前辈看到的是什么呢 李牧问道 居然一直都在耐心的等待 等待着李牧的思考结果 并没有任何打断或者是干扰他思路的想法 听到李牧发问 他道 刘基看到的画面 倒是没有说谎 但他看到的画面 其实是有两幅 他说的是第一幅 而第二幅的画面 则是你身穿白袍 再到尊山中独行 射击而上 最终消失在了道尊山的最高处 李牧一正 怎么又扯到道尊山了 这画面的意思 好像是自己前往道尊山中 是去投奔道尊蒙了吗 可是 先是看到自己被一柄白色的剑洞穿身躯 接着又看到自己去投奔道尊山 嗯 这是否说明 哪怕是自己被白色之剑洞穿了身躯 也并没有陨落 李牧叹了一口气 这他娘的 看图猜谜这种游戏 真的是让人淡疼啊 他有一种掀桌子的冲动 屈子这个时候开口 道 两人的天机推演道图的真相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走了 说着 便起身 李牧连忙挽留 道 屈子前辈 如何看到这些信息 屈原摇摇头 道 我不去想这些事情 这是你应该思考的东西 他看着李牧 眼神平静 但却有一种沉稳而又厚重的力量 缓缓地道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非生者阵营都愿意帮助你 这不仅是我的意思 也是李白 张旭 刘姬和鬼谷子的态度 所以接下来 在你思考清楚之后 不管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要去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可以配合你 第1585章 恐怖如斯的强者 李牧的心中 涌起浓浓的感动 这种亲人般的温暖 只有在非生者阵营的众人身上 才能感受到 不管天道蒙的六皇六帝 如何的尊敬他 如何的奉承他 都无法让李牧感受到这样的温暖 因为李牧心中非常清楚 六皇六帝之所以奉承他 只不过是因为牧云先主的原因 如果自己不是牧云先主创造的道子 只是一个天赋卓绝的非生者 六皇六帝绝对不会像是现在这样敬畏他 参考最初在宁平城时 宋皇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多谢前辈 晚辈知道了 李牧深深的鞠躬行礼 屈子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李牧撤去潘贵殿中的禁制 看着屈子的身影 消失在了大门之外 他等了一会儿 并未再有人来拜访他 回到大殿座位上 李牧闭目沉思 次大施法者主持这个天机推演仪式 其中三人都选择在私下里 将他们看到的真正画面 告诉自己 最后只剩下了新皇一个人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现身的意思 这意味着 他应该是不会出现了 有两种可能 第一 新皇看到的画面 就是他今日在众人面前所说的画面 并未说谎 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来一遍 第二 新皇看到的画面 对于李牧极为不利 或者是说 有什么不能让李牧知道的信息 所以不可能来潘贵店告诉李牧 之前新帝到访的时候 说他觉得新皇没有说谎的概率 大于60% 但不知道为什么 李牧的感觉 却恰恰相反 他觉得 新皇一定是隐瞒了什么 因为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不论是新帝 鬼谷子还是刘基 真正看到的画面 都相对较长 尤其是刘基 甚至看到了两幅画面 而新皇当着众人说 他只看到了天道山崩塌 天道公烟灭 只有这么短短的一瞬画面 这可能吗 只有当实力差距较大的时候 施法者看到的画面 才有如此明显的长短之分 而新皇的实力 却是不比其他三位施法者弱的 没道理 只看到那么一瞬间的画面啊 李牧更加倾向于第二种可能 这也是相对糟糕的一种结果 金皇看到了一些不利于李牧的画面 他选择不告诉李牧 那会告诉谁呢 当然是六皇六帝中的其他人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李牧睁开眼睛 常常递出了一口气 随之产生的 是内心深处 一种逐渐清晰的危机之感 就在他刚才睁开眼睛的瞬间 李牧毫无征兆地感觉到 自己的肌肤有一种好似 是被针扎一样的刺痛感 那是有大神通者 在暗中窥视自己的感觉 而且还在窥视的过程中 渐渐地产生了杀意 李牧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他意识到 真正的危机降临了 略微私存之后 李牧开口叫来了 伺候在潘贵殿中的两位女仙 其中之一 公子有何吩咐 女仙在李牧面前 闭躬闭尽低贵倒 薄薄的仙衣 将凹凸有至曼妙无双的玲珑身段 勾乐的淋漓尽致 李牧道 请仙子前往一宫 告诉非生者阵营的诸位前辈 从今夜起 我要闭关修炼 短时间之内 不会再出关 所以请他们暂时离开天道宫返回吧 无需在这里照应我了 说着 拿出一件信物 让这女仙衣病带去 以免李白等人不信传话 遵命 女仙带着信物缓缓退出大殿 李牧转身回到大殿中 那种被人窥视的感觉 已经消散 但她心中的危机感 反而是越来越强烈 这是一种极为可怖的感觉 就好像是有一柄致命的无形利刃 正在一点一点的切割你的脖颈一样 李牧两世为人 自从踏入修行道路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恐怖的危机感 约一炷香的时间 女仙返回 但是一起到来的 还有青年见仙李白 小兄弟 你要闭关 真的假的 大诗人上下打亮礼目 脸上有毫不遮掩的关切 道 若是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情 可以咨询我们 哈哈 虽然你已经贵为天道萌的小主人 不再是我飞升者阵营的第四爵士 但就凭你当日守卫您平成时的元首 我们依旧是你永远可以信任的朋友 李牧笑了 前辈之恩 无内剧名 不过 晚辈并没有遇到难题 今日天机推演知识已经结束 晚辈也已经相信 自己的身世已经清楚 真的是天道萌的道子 此身总算是可以安定下来了 晚辈也决定留在天道萌 从今日开始 需要好好修炼 应对将来有可能降临在天道萌身上的危机 因此要闭关了 李牧说着 深深的行了衣礼 道 多谢诸位前辈 这些日子以来的 承蒙照顾 感激不尽 不管我日后是否真的执掌天道萌 都不会忘记这份情 有我在一日 天道萌绝对不会辜负飞升者阵营 李白看着李牧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点点头 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 我们今夜就走 走到大门口 他突然回过头来 看了一眼李牧 一仰手 一个酒瓶子扔过来 李牧伸手接住 李白没有再说什么 直接离开了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李牧收到了消息 飞升者阵营的五大助神 都已经告辞离开了 龙帝亲自送五人下山 回来之后 还特意向李牧赴命 李牧回到潘贵殿 一个人端坐于大殿中央 开始运转先元修炼 他仿佛真的是闭关一样 沉浸在了修炼之中 时间流逝 大约到了午夜子时 李牧猛地睁开眼睛 他取出那块哥哥玉佩 将其佩戴在脖颈之中 然后猛地起身 轰一股强横的力量 自他身体里爆发出来 何必鬼鬼祟祟 请献身吧 他大笑道 轰一道强横无匹的力量 骤然从星空之中垂落下来 直接就将整个潘贵殿轰为积粉 恐怖能量波动 撼动了整个天道山 什么人 怎么回事 不好 是潘贵殿 龙帝 弑帝 宋皇等人 瞬间都被惊动 在看到潘贵殿被轰为积粉之后 顿时督大惊失色 这大殿中 住着的可是李牧 是整个天道宫中最为金贵的人 沐云先主找到子李牧 可是真正找打了二十多年 为此黯然神伤 好不容易找到了 还没有等到他老人家出关 结果又被人给轰杀了 这怎么想先嘱咐神交代 一下子 朱大帝皇直接红了眼 秋 一道人影 从飞扬的冰屑雪粉中冲出来 是李牧 他还活着 李牧一现身 并未朝着龙帝等人冲去 而是身形化作一道块的不可思议的湖光 直接朝着另一个方向积设 与此同时 虚空之上 一道道星辰垂落光柱 直接朝着李牧奔逃的身影击下 轰轰轰 可怕的力量 撼动着整个天道山 一座座冰雪宫殿在轰击中倒塌 然后化作冰屑粉末 烂天飞舞 在其中闭关的天道弓天才 也随之灰飞烟灭 痴态使道尊 龙帝发出一声也不知道是惊恐还是愤怒的狂吼 摇身一变 瞬间化作了一条身形数万米长的巨龙 蜿蜒而上 朝着天空高出咆哮而去 纵黄也是一身修为 技术爆发 现出法相 化作数万米长的巨人一般 手中出现一个白色玉板 释放出无量白光 朝着虚空高出志趣 很快就挡下了数道白色星光的轰击 该死 今日新鬼祭坛才刚刚毁灭 太使道尊这个老贼 竟然赶前来偷袭我天道山 快速速将山上阵法全部开启 令天才弟子们撤出天道宫 不要参与战斗 赤地大吼着 一连串的命令 发布下去 而只是说这几句话的功夫 漫天学与洒落 数万米长的龙区 重重的砸在冰岩上 龙帝的法相身躯 竟是被直接撕裂成为了两劫 瞬间就是重伤 六皇六帝级的仙道强者 已经是中三天最为巅峰层次的人物 但是和太使道尊这种存在相比 还是差得太远 几乎是在龙帝身躯被撕裂的同时 天空中那个白色玉板 空的一生被击碎 化作无数道碎屑 反射回来 直接将宋皇的法相身躯 射成了一个筛子 鲜血长流 庞大的身躯直接就倒了下来 两大帝皇强者 一触即溃 但魏皇 赤帝等强者 却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各自施展神通 朝着天空之中那恐怖的存在冲杀而去 不管如何 都要保护住李牧 兼主赋神大人 再也不能第二次失去他的道子了 而李牧则是根本管不了这么多 他在疯狂逃命 驱空九霄之上 那个可怕的存在 终于出手 降下雷霆杀机 太强大了 太可怕了 根本不是现在的他 所能对抗 他看到了龙帝被撕裂 宋皇被射穿的画面 这更是坚定了他的决心 逃 绝对不能停下来 尽亏有金斗云和时间奥义的配合 每一次都在那垂下星光击中的钱一顺 千钧一发之际逃出攻击范围 他所逃的方向 正是天道刑塔第1586张李牧师的讨价还价 因为西王母说过一句话 玉佩不要离身 一旦遇到危险 就带着他来天道刑塔找我 李牧没有忘记这句话 而且他也读懂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首先他会遇到危险 其次玉佩很重要 他可以代替六皇六帝的印象 打开天道刑塔的禁制 再次到了天道刑塔 可以逃离危险 所以李牧在遭遇到了这从天而降的恐怖杀鸡的时候 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一身功法催动到极致 近斗云的急速 再加上时间的错动扭转 只要稍微隐乱那从星空之中坠落下来的杀鸡 李牧就可以每每在千军一发之际 躲开那必死的一击 天穷高处 星辰之光不断的轰落 速率 越来越快 李牧的额头上 一滴滴冷汗滑落 他已经无法直线而行 只能不断的曲折前冲 好在他的神石 强大无匹 可以洞察到星辰之光的轰杀点 这更有利于他躲避追杀 远处 六皇六帝中的人物 依旧在疯狂的冲向那天穷高处 在掩护李牧 这些天道工的强者 也的确是够拼 龙帝法身被撕裂 强行衔接之后 不顾重伤 再度投入战斗 纵皇浑身是血 前后洞穿的伤口 还未愈合 又是既出数件本命仙器 投入战斗 他们从未感觉到如此憋屈 被太使道尊打到门口 疯狂破坏 却无力阻止 但 任何强大的力量 都无法让他们有丝毫的后退和畏惧 战斗 天道工的帝皇 从来都不会畏惧战斗 为目云先主而战 哪怕是粉身碎骨 也心甘情愿 便是那些天道工的天才弟子们 弄明白了局势之后 也一个各如飞蛾扑火一样 用尽一切力量 保护天道工 轰轰轰轰轰 清晨之光 不断的垂落 带着湮灭一切的恐怖力量 天空中 大片大片的鲜血洒落 赤地映称了一记星晨之光 身躯四分五裂 大片的血雨洒落 天道山的万载玄冰 被染成了鲜红色 一个各地皇级的人物 先后重伤 眼看着整个天道工都要崩塌 这时太史何必为难小辈呢 一个温和威严的声音 从天道山的深处传出 顿时整个天道山仿佛是突然活了一样 一种灰红浩瀚 宛若无银星海一般的力量 在山中滋生 玄机覆盖了整个天道上 同时掀起狂妄 朝着天空高处的漫天星辰席卷而去 千主父神 父神出关了 父神一下子包括六皇六帝在内的诸多天道工强者 欣喜若狂 他们所信奉的神奇 他们甘为之而死的父亲 他们心中不可战胜的精神支柱 在天道工最为关键的时候 终于出现了 只见漫天垂落的星辰之光 不断的轰击虚空中 却仿佛是遭遇到了什么无形的阻力一样 崩裂破碎消散 无法再进入天道山上空五百米之内 慕云仙主和太史道尊 终于隔空交手了 一瞬间 那漆黑遥远的星空之中 突然有数千颗星辰 骤然光滑大作 璀璨夺目 仿佛是璀璨大日一样 光芒浓烈 不可逼世 一道道比之前恐怖了数百倍的星辰之光 从这些大星上 直接垂落 仿若灭石一般 朝着天道山轰落下来 这已经不是要击杀里木 而是要将整个天道上 都彻底毁灭一般 咔嚓咔嚓 一根根直径百米的冰柱 从天道山上生长出来 这冰柱长速极快 转眼之间 竟是拔地而起数万米 仿佛是一饼饼冰雪神剑一般 闪烁着仙道符纹 迎着轰落下来的数千道星辰之光刺去 轰轰轰 不同的两波力量撞击 冰柱瞬间崩碎 地动山摇 飞蹦的冰雪 被可怕的星辰之力瞬间气化 形成了一片白蒙蒙的雾气 瞬间就将方圆数千里之内笼罩 整个天道山陷入到了一片茫茫大雾中 便是六皇六帝级的强者 木里都无法完全穿透这浓雾 轰轰轰 恐怖的能量波动 不断地在高空中传来 两个站在中三天巅峰的人物的斗法 能量波动之恐怖 简直是令人心悸 可惜无法看到了 不过 天道宫的诸多强者 对此丝毫不担心 因为沐云先主在他们的心中 就是不可战胜的存在 他们坚信 先主父神一定可以击败太史道尊 不对 小公子呢 浑身浴血的龙帝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纵黄已经重伤昏迷 赤帝几乎是重伤垂死 为帝伤事也不轻 惊一地道 小公子朝着那个方向 好像是天道行塔的方向逃去了 走 快去支援小公子 小公子千万不能出事 一刀到人影 破开虚空 朝着天道行塔的方向 急速而去 他们仔细在坍塌的冰殿 破碎的冰岩等各处寻找 结果一路照过去 竟然并未发现李牧的踪迹 就连陶盾石流下的气息 也都全部被星辰之光给湮灭 一直追到天道行塔进前 都没有找到李牧的踪迹 天道行塔乃是当年 沐云先主亲手设置 有大威能在太史道尊的轰击之下 完好无损 这小公子不会坠落冰渊了吧 有人面色凝重地道 天道行塔大门紧闭 没有十二印信合成的钥匙 除非是沐云先主亲至 否则根本进不去 四周都没有李牧的身影 那极有可能追奔逃的时候 荒不择路直接坠入到了冰渊之中了 可问题是这冰渊也是天道山上的禁地决地之一 下面非常危险 龙帝咬牙到下渊 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要将小公子找到 父神好不容易出关 必须让他见到小公子 说着不顾重伤 直接跳进了冰渊 这玉佩 竟然是真的可以打开天道行塔 李牧松了一口气 进入塔中之后 外面那恐怖的星辰之光的追杀 终于是消失了 也不知道是天道行塔可以遮蔽自己的气息 还是说可以承受那种恐怖攻击 反正塔内 一片安静 黑暗淹没周围 冰沿阶梯 蜿蜒盘曲 一直通往下方 李牧手中的玉佩 释放出银白色的光辉 宛如一个光照一样 将它保护在其中 也照亮了脚下的道路 其效用 甚至要比之前龙帝使用过的 十二印性合成的火把 更好一些 李牧直接一路狂奔 他赶时间 不到半个时辰 他就来到了天道行塔的底部 来到了关押西王母的云岩玄冰棺面前 西王母坐在冰棺之中 双眼看着他 零有丝毫的意外 仿佛早就知道他会来一样 他甚至都没有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把玉佩给我 西王母看着李牧 道 我可以送你离开天道山 但前提是 你要把玉佩送给我 你愿意吗 李牧看着手中的玉佩 道 前辈需要这块玉佩去做什么 西王母道 这个你就不必问了 李牧又问道 前辈被囚禁在这里 自身难保 怕是无法送我离开天道山吧 西王母道 我自己离不开 但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离开 这是两个概念 李牧笑了笑 道 我还以为这一次来 前辈会告诉我所有的前因后果呢 原来只是送我离开吗 西王母道 送你离开这里 逃过死亡威胁 还不够吗 李牧看着冰棺中的西王母 摇摇头 道 我来到这里 更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西王母摇摇头 知道了真相 你今天就离不开天道山了 有的时候 知道的太多 并不是好事 我若说出来 今日我们两个人 都要死在这里 李牧心中颇为失望 如果西王母当初那句话的意思 只是可以保自己离开的话 意义其实并不大了 因为她的身上 还有一张破戒符 花想融费了不小的代价 送给她的破戒符 李牧相信她可以将自己传送到相对安全之地 资存在三之后 李牧道 玉佩我不能交给前辈 但前辈若是可以指出一条离开的路的话 我会非常感谢 西王母冷笑了一声 道 你讨价还价的方式 我还是第一次见 不但不交出玉佩 还要她免费送她离开 李牧笑了笑 道 那前辈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呢 西王母的眼睛 死死地当着李牧 仿佛是要将她看穿一样 许久 才又劝说了一句 道 我要留下玉佩 不是为了我 而是为了你 你要想清楚 李牧道 多谢前辈一番美意 看来你是已经打定主意了 西王母摇摇头 道 好吧 既然你一意孤行 那我就成全你 只是到时候 回首往昔时 你不要为今天的决定而后悔 说着 她做了一个令李牧无比愕然的举动 反手直接从眼眶之中 抠出了自己的油眼眼球 却灵灵的眼球 握在掌心之中 微微跳动 这画面诡异而又惊悚 但很快 奇异的变化 就在这眼球上缓缓的出现了 第1587章战争狂潮 眼球中 一股奇异的力量 绽放出来 这力量 李牧有点熟悉 这是万仙福帝仙古巨门的气息 怎么会 在这眼球中出现 突然反映过来的李牧 心中矩阵 然后 就看这眼球中不断地释放出力量 沧桑而又远古的光线 不断地从眼球中放射出来 隔着云岩玄冰关 在虚空之中 描绘出一个门的形状 仿佛是一个 一个微缩版的仙古巨门 进入此门中 你就可以离开天道蒙的势力范围了 七王母声音平静 但在那环流躺着鲜血的油盐眼眶的衬托下 却有一种神秘惊悚的感觉 李牧迟疑了一下 他在想 自己踏入这个门 不会被直接传送回万仙福帝巴 那就得不偿失了 此门 通往何处 李牧还是问出了口 七王母道 你放心吧 依旧在中三天 李牧想了想 零友在啰嗦 直接朝着光门之中走去 七王母在他踏入光门的一瞬间 道 记住 抓紧时间去收集108星宿魔物 不要浪费了七宝玲珑塔这种神物 滋滋 光门中 涟漪闪烁 李牧的身形 直接消失 下一瞬间 烂一颗眼球 突然化作一盆火焰 开始燃烧 且很快就燃烧殆尽 化作一团青烟 消散消失 七王母右眼的伤势 也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变化 雪际消失 眼眶之内 一片幽深黑暗 仿佛是一片幽深的宇宙一样 隐友微光闪烁 次是星辰 他回到云烟玄冰关的最中央坐下 嘴角戴着一丝淡淡的嘲讽 片刻之后 伴随着一团银色微光的浮现 一种深邃永远 仿佛是世界主宰一般的力量 笼罩了整个天道行塔的底层 微光中 一个修长的身影 缓缓地浮现 你又一次考验了我的耐性 威严的声音带着不容抗拒的意志 在冰牢中响起 七王母没有回答 我对你何其信任 你竟然自甘堕落 与太史沆瀣一气 难道进入上三天 对你来说 就那么重要 让你可以放弃一切的荣耀和尊严吗 威严声音再度质问 七王母依旧保持着沉默 今天 是最后一次 念在昔日 你我曾并肩而战 我再次原谅你的背叛 只是 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对你的纵容 是有限度的 你已经给这片天地 带来了太多太多的伤害 一切本该在二十年之前 就彻底结束的 那威严声音 带着叹息 缓缓消失 微光消散 那笼罩着整个天道形塔最底层的可怕力量 一瞬间消失的干潜净净 黑暗 重新吞噬了四周 七王母自始至终 都没有说一句话 竟然被传送到了这里 李牧看着下方的岩石大城 哭笑不得 他对于中三天的绝大部分区域 都是非常陌生的 但不包括眼前的这个地方 巫族大城 传送门开启的地方 正是巫族圣地的上空 下方 巫族圣殿清晰可见 住万巫族的战士 仿佛是蝗虫鸟群一样 包围在了传送门的周围 为首的人 正是巫族四圣 很显然 突然在圣城上空出现的这个神秘传送门 惊动了整个巫族 以四圣为首的巫族强者 本已经是叙事待发 只等传送门中 走出来人之后 便发动战阵 一拥而上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都要先拿下再说 然而等他们看到李牧 顿时都呆了呆 尤其是巫族四圣 刺人前一秒还杀气腾腾 后一秒顿时如见了猫的老鼠一样 缘分啊 我们又见面了 李牧对着四圣笑了笑 刺圣面如死灰 上一次李牧来时 就已经将他们折腾的脱了一层皮 连圣殿中的点藏 都被李牧看了一个干浅净净 这一次 好像也没有什么反抗的余地 尤其是关于六道围剿宁平城的战役 巫族多多少少也听说了一些 关于李牧的战绩 比如斩破军 杀纪月等等 也是有所耳闻 此时 在面对李牧 还哪里提得起一丝丝勇气 女圣直接道 还愣着干什么 列阵 欢迎李牧大人 力临我圣城 中围本来蓄势待发的巫族强者 猛的反应过来 直接在虚空之中 列出军阵 仿佛是要接受检阅一样 整整齐齐 一个个胸膛挺起 做欢欣鼓舞精神 萨爽壮 其他三圣 也都反应过来 李牧大人 大驾光临 真的是缘分啊 三人挤出笑容 态度良好的迎接李牧 李牧很欣慰地点了点头 然后 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消失在了天边 赐圣等人 面面相去 旋即都松了一口气 这个温神 原来只是路过吗 真是吓死个人 还以为是来纵情杀戮了 快 快向道尊山汇报 就说李牧突然到了 我祖圣城上空 女圣大声地道 对对对 快汇报 赤不宜迟 我亲自去 另一位男圣道 秋 突然破空声响起 李牧众又回来了 刺圣一下子 脸上的表情都凝固了 冷汗直冒 浑身冰凉 完了 完蛋了 刚才的话 定是被这个温神听到了 这是回来要杀人灭口吗 刚才忘了问了 去到尊山 应该是什么方向 李牧非常和善地问道 到尊山 刺圣都有些猛逼 怎么 莫非你们不愿意说 李牧道 不不不 愿意 完全愿意 女圣反应极快地道 要不 我亲自带您去 话还没有说完 他差点想给自己的嘴一巴掌 这TM的说这个干什么啊 真要陪着这个温神去的话 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不用了 告诉我方向 我自己去 李牧道 那 那边 光头南盛颤巍巍地指着正北方向 李牧满意地点点头 多谢了 秋 流光一闪 李牧又消失了 剩下四圣站在原地 瑟瑟发抖 怎么办 还要不要去汇报李牧的踪迹 万一这温神 再杀一个回马枪 该怎么办 一则消息 震惊了整个中三天 灾日前 道尊蒙太使道尊亲自出手 偷袭天道宫 斩杀了天道蒙六皇六帝中的两大强者新帝和魏皇以及天才弟子数百 击毁宫殿楼宇无数 最后惊动了闭关之中的沐云先主 一番大战才将太使道尊击退 这则消息 令很多强者都感觉到颤利 因为千年以来 中三天这两大巅峰顶级的强者 还未从像是这一次一样 直接正面交锋 太使道尊打上天道山的举动 毫无疑问 是一次赤裸裸的宣战 而新帝 魏帝梁大帝皇及人物的死亡 更是将这一场战争从一开始就直接推进了高潮之中 那可是帝皇级的人物啊 数千年以来 哪怕是三大阵营战斗的再激烈 也还没有这一级别的人物直接陨落过 越于之前 非生者阵营三爵士之一的孙飞 沙三王 击残阵组 已经是震动万古的大事情了 现在天道宫的帝皇直接死了 所有人都预感到 一场毁灭性的战斗 就要开启了 天道宫这些年以来 虽然颇为无为的样子 但是面对这种耻辱 绝对忍不下去 他们的报复 很快即将席卷整个中三天 他们有这个能力 果然 第四日的时间 天道蒙各大边境线上的势力 宗门等等 直接向道尊蒙发起了攻势 整个中三天 诸多区域 一下子就陷入到了熊熊战火之中 而这时 李牧爷已经到了天道山的附近 一路走走停停 得到了许多关于道尊蒙的事情 当然 最让他感觉到震惊的是 新帝竟然死于那场战斗 原来是太史道尊袭击了天道工 所以说 道尊蒙其实还是想要让我死 但为什么 花会冒险做那么多的事情 还极力邀请我去道尊蒙呢 李牧原本的想法 是找到花享荣 然后进入道尊山 因为有那天鸡推演的画面在 所以李牧猜测 自己早晚要去一趟道尊蒙 他并不想要去分辨水为 因水为果这种细节 他只是想要去弄清楚花享荣 极力拉拢自己去道尊蒙的原因 反正有省下来的那一枚破戒符 李牧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但现在 他略有犹豫 莫非是因为自己去了天道蒙 所以道尊蒙拉拢不成恼羞成怒 所以连太史道尊都亲自出手 不惜闯入天道工与天道蒙开战 也要将自己击杀 这太史道尊的脾气 也太大了 暴躁老哥一个啊 这怎么办呢 现在去道尊山 好像有一些作死的味道啊 李牧在道尊山下方的一个小城里停下脚步 他才刚刚落脚 结果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花享荣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你 怎么找到我的 李牧吃了一惊 花享荣神色略显憔悴 道 我在找你 我也很担心你 你为什么没有使用那枚破戒符 李牧道 因为 他话还没有说完 花享荣却是抓住他的手 抓得很紧很紧 道 你必须赶快和我返回到尊山 啊 李牧一正 花享荣道 道尊根本就没有去过天道山 第1588章 踏道尊山 李牧心中一阵 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花享荣的意思 当日出手偷袭天道宫的巅峰存在 并非是太史道尊 可以证明 李牧下意识地反问 当今天下 哪怕十三爵士 都未必能够将天道宫逼到那种程度 能够一战之下 几乎毁灭了天道宫的人 就只有太史道尊 不是太史道尊出手 是谁 花享荣道 你会知道的 他拉着李牧的手 道 想要知道 就随我去天道山 李牧看着花享荣的眼神 如果是上一世的花享荣 他当然是无条件的信任 但是这一世吗 毕竟记忆尚未恢复啊 天道宫逼行 已经是生死重重 九死已生 何况天道宫中 六皇六帝诸大强者 还都站在他这一边 当日生死一战 若非是龙帝 宋皇等人拼死守护 李牧哪里能够轻松逃进冰渊 不死也得脱层皮 而道尊山就完全不一样了 道尊山所有的人 石王 四祖等等 都想要将李牧斩灭 都想要杀了他 唯有花享荣 现在似乎是极力的想要做些什么 态度未知 暂时不想让他死 所以前去处处皆敌的道尊山 危险系数比去天道宫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连西王母都说了 道尊山的危险程度 并不亚于天道山 所以说 当日一战的真相 对于李牧来说 比生命还重要吗 不管从那个方面来讲 李牧都没有前去道尊山的理由 如果非要说有 那就是眼前的这个人 这个曾经为几乎为李牧付出他的一切的女人 花享荣 问题来了 花享荣对于李牧来说 有他的生命重要吗 答案是 有 所以李牧点头了 好 我随你去道尊山 他想要知道 花享荣到底向告诉他什么 于是 李牧没有留下自己的印记 也没有传讯 直接跟在了花享荣的身后 前往道尊山 路上 花享荣给他一张面具 覆盖面孔 黄金色则覆盖了半张脸 连衣荡漾开之后 不但是李牧的脸 模样变了 就连李牧浑身的气息 以及身形骨骼 都有了变化 就像是彻彻底底从本园上换了一个人一样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道尊山遥遥再望 和冰雪覆盖宛如天柱一般的天道山不同 道尊山是一座巨大的 漂浮于虚空之中的山峰 其上仙草神树 应有尽有 流浦飞霞 灵情易兽 自成一片天地 远远看去 仿佛是独立于中三天的神界一般 而在道尊山的四周 漂浮着四座小山 也是云霞笼罩 风软引线 宛如仙境一般 那是四祖修道之地 拱卫道尊山 也是道尊蒙的四大圣地 花想荣驾驭白云而行 在这礼目 指着四座漂浮仙山 一一介绍道 礼目目力非比寻常 一眼过去 就看出来 那四座仙山 暗河八荒四级之星位 每一座山上 都有恐怖的仙道大阵加持 引入四方天地之间 又组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连环阵法 将整个道尊山都拱卫在其中 不管是任何地方 想要踏上道尊山 都得先同时攻破这四座仙山 方有可能 咦 右边那座山 礼目突然压抑一声 四座仙山看起来都充满了仙道正气 但其中一座 不知道为何 竟是隐隐产生出了一丝颓败之意 哪怕那山上的草木流铺都灵气十足 但整座山给李牧的感觉 却像是一个表面健康 但实际上已经快要死去的壮年人一样 那是镇祖山 花响荣道 镇祖死了 李牧一正 玄机恍然大悟 镇祖山 便是四祖之中镇祖所占据的仙山 当初镇祖残于孙妃之手 嗯 不对 他死了 李牧豁然一惊 道 死了 怎么死的 花响荣淡淡地道 我杀的 他的语气 非常平淡 就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小事一样 但李牧心中 确实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你为什么杀他 他问 花响荣也没有犹豫 将当初的事情经过 都说了一遍 李牧听着 顿时额头一层冷汗 花响荣为了那张破戒符 竟然是付出了这么巨大的代价 而且差点而被镇祖所称 万一花响荣没有提前察觉 没有做准备 那岂不是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 这已经 非同小可 李牧一阵阵后怕 事后 道尊蒙没有追究责任吗 李牧问道 花响荣摇摇头 他们不知道 原来是隐瞒了下来 李牧看了花响荣一眼 他有点搞不清楚 这位尚未恢复前世记忆的娇妻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立场 到底在为什么人效力 如果他真的忠于到尊蒙 那不应该为自己制造破戒符 不应该击杀镇祖 难道他的记忆恢复了 一念即此 李牧心中猛的狂喜了起来 难道花响荣早就恢复了记忆 只不过是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失忆的角色 李牧看向花响荣 但见他眸光平和之中 带着丝丝冷漠 绝不似是当初在万仙伏地之时 察觉到李牧在看他 他也只是颇为诧异的看了李牧一眼 眼神之中 并无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爱意 李牧原本热起来的心 一下子就凉了下去 不 花响荣没有恢复记忆 很快 李牧又看到了十座更小的浮空仙山 却如星辰点缀之状 漂浮在道尊山河寺仙山周围 这一次不用花响荣介绍 李牧便已经猜出来 这十座小的浮空山 乃是道尊蒙石王的修道之地 其中果然是有三座小浮山 引现颓败之气 那便是寿王石王三人之地 随着三人生死陨落 连有真正的主人坐镇 气运无可避免的摔腿下来 花响荣在道尊蒙内 地位极高 一路行来 畅通无阻 过了四仙山的阵法守护范围 便到了道尊山进前 这山上 好像没有人 李牧道 花响荣点点头 道尊山乃是太史道尊的修道之地 无数年以来 都禁绝外人踏入 哪怕是四祖 在没有召唤的情况下 都不能踏上道尊山 其他人就更不可能了 李牧道 那我们 花响荣手中取出一块令牌 打入虚空 道尊山周围 涟漪闪烁 仿佛是一层薄纱被缓缓地撕开一样 整座山的面目 骤人清晰了起来 我可以进入这座山 他看向李牧 道百年以来 我是唯一一个可以随意进入此山的人 现在你明白了 为什么我在道尊蒙中的地位 如此之高 有着白尊之称了吧 李牧点点头 知道了 昔日 只有太史道尊才可以称之为尊 次祖在墙 也只是祖而已 如今 花响荣号称白尊 带了一个尊字 这可不是简单的称号 在道尊蒙之中 这个字 有着特殊的意义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难道如今花响荣的身份 竟然是太史道尊的弟子传人 他心中这么想着 就听花响荣又道如今 道尊蒙与天道蒙的大战开启 三祖和七王都已经分别赴各地坐镇 我就算是带一个人进去 也不会有人阻碍 他带着李牧进入了道尊山 山中有仙魔威亚 李牧踏上山道的瞬间 就感觉到一种无比强大和澎湃的领域之力 负压下来 令他体内的仙道气息 瞬间凝固了一样 竟是无法运转 便也无法再与空飞行 他和花响荣两个人 只能顺着山道 步行而上 刘姬看到的画面中 我登上道尊山的一幕 莫非就是此时 李牧心中暗存 奇怪了 牧云先主坐镇天道宫 也未见得有如此威压 这太史道尊坐镇道尊山 为何将几身的威压 释放到如此程度 完全就是火力全开的节奏 难道是因为两人的修炼方式不一样 牧云先主是大道隐于心 走王道路线 随意而又自然 给人春风拂面之感 而太史道尊则是威压无双 走霸道路线 以无上威严 震慑珠天 李牧心中想着 又问道 三祖 七王皆赴外地 若是有敌人来袭道尊山 岂不是危险 花响容淡淡地道 有道尊坐镇 何方敌人赶来 李牧亚然 他这才发觉 自踏入道尊山 被这可怕威压覆盖之后 自己的思路 竟是变得枝色起来 竟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犯下了如此常识性的错误 莫非自己被太史道尊的威压 给降制了 他这时 猛的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 太史道尊坐镇在山上 花响容如此光明正大地 带自己前往山巅 莫非是这位大佬 想要见自己 不对 如果是这样 那花响容不会偷偷摸摸 瞒过三祖七王 太史道尊的意志 他们岂敢违背 花响容方才话里话外的 而意思 非常明显 他是偷偷带自己上山的 李牧将自己的疑惑 说了出来 花响容淡淡地道 等你到了山巅 见到了道尊 就明白了 第1589张 太史道尊死了 山路崎岖 越是靠近山巅 那种霸道无匹的威压 就越强 足足前行了半日 才终于到了山巅 山巅没有宫殿楼阁 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下 安安静静地坐着一个身影 身着道袍 盘膝而坐 黑色的发烧在风中流舞 他静静地坐在梧桐树下 一动不动 背对着李牧两人 他的背影 笔直 挺拔 背对着李牧两人 仿佛是在远跳山下周遭的茫茫云海 这就是太史道尊 那霸道无匹的威压 正是从此人的身体里弥漫出来 他静静地坐在这道尊山的山巅 就仿佛是诸天星辰的重量 都狠狠地压在这山上一样 到了 花响荣道 李牧宁神静气 肉身修为提升到了巅峰 时间法则傲益 也凝聚成为念头 只需一瞬间 便可以激发 同时 那枚破戒符更是捏在了掌心里 面对这种顶级仙界巨拨 李牧哪怕是曾在万仙福地的战神殿的试炼空间里面 击败过太史道尊的虚拟形象 此时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静等片刻 太史道尊似乎并未有转身过来的迹象 也没有任何开口说话的意思 花响荣走向太史道尊 示意李牧跟着 两人来到了太史道尊的正面前 这个时候 李牧也终于察觉到了不对 等他站在太史道尊的正面前 仔细看时 整个人突然就正住 脑海之中 再也无法遏制地掀起了疾风奏与惊涛骇浪 因为 太史道尊是死的 是的 眼前这个身影 这个安安静静地坐在梧桐树下的身影 虽然身体里散发出无穷无尽的霸道威压 整个道尊山都在他的威压之下瑟瑟发抖 但是 他已经死了 体内 没有生命的气息 心脏 停止了跳动 丝毫的生机都不曾存在 山峰吹动他的发烧 黑色的长发闪烁着神性的光辉 丝丝流转 这是 怎么回事 李牧无比震惊 难以置信地看向花响龙 花响龙张口欲答 这时 山下突然出来了一个声音 属下战无灭 请见到尊大人 这声音 这声音激荡悠扬 自道尊山下方传来 带着尊敬和城府 一直传到了山巅 李牧心中一阵 说话的这人 实力极强 不亚于阵祖 就在他心中猜测来人身份的时候 就听旁边的太史道尊 突然开口说话 合适 李牧吓了一跳 他甚至本能的想要捏破破戒符 直接顿离 这太史道尊竟然又活了 那刚才他为何浑身上下 毫无生机 难道是修炼某种特殊功法 李牧心中 震惊到了极点 民族在流火之地 遭遇飞生者三绝世之一的 玉天神地叶清语 肉身被毁 元神得托 已经返回明山 还请道尊赐下神药 助其恢复 那声音再度传来 好 太史道尊道 话音落下 从头顶的梧桐树上 缓缓地飘落下来一朵梧桐花 黄色的花瓣 花蕊处带着点点雪红 落在属下十米处 微微一荡 破开虚空 仿佛是一尾鱼扎入水底一般 直接消失在了 多谢道尊 上下传来了战无灭的声音 属下告退 一切重归于沉寂 这个时候 李牧才注意到 不知道何时 花响容已经站在了太史道尊的身边 他的一只手掌 就紧紧地贴在太史道尊的后颈 好了 战族已经走了 花响容 常常递出了一口气 手掌缓缓地撤回来 而太史道尊依旧是保持着静坐的姿势 身上的气息 没有丝毫的变化 分明依旧是一个死人 李牧一愣 他猛地想起来 哪怕是之前太史道尊开口说话的时候 全身上下 依旧没有丝毫的生机传出 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花响容迎着李牧询问的目光 微微地点点头 道 你没有看错 也没有猜错 太史道尊 的确是已经死了 一句话 饶是李牧有一些心理准备 依旧还是被震惊到了 在万仙伏地的时候 再来到中三天的时候 在天道山的时候 哪怕是来到了道尊山上时 他都没有朝着这方面想过一丝一毫的可能 微镇先界无数年 微镇中三天无数年 令无数仙道强者拒搏都为之设服 哪怕是他的敌人 都对他又禁又怕的存在 太史道尊 这个和牧云先主斗了无数年的巅峰先人 竟然死了 真的死了 李牧简直难以置信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刚才所谓的太史道尊说话 只不过是花响容按住其后颈 利用震动 模拟喉部的声音 向外界传递出的声音 太史道尊的尸体 保存得非常完整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健康 哪怕是许多活着的仙人 都无法与之媲美 所以花响容才能用这样的方法 代替太史道尊 向整个道尊萌发声 而也是因为太史道尊的威压气息 始终宁而不散 这压住了整个道尊萌 便是如四祖 狮王等等存在 都不能登山面见 所以很长时间以来 并没有人知道太史道尊已经死了的事情 花响容借助这种手段 就可以掌控整个道尊萌 怪不得整个道尊山 都被笼罩于太史道尊 强横无匹的威压之中 这种威压又时时刻刻都存在 原来太史道尊已经死去 所以无法收射自己的威压 并非是他故意要用这种强横的方式 来彰显自己的存在 一下子 李牧的脑海之中 又想明白了太多的事情 而在这个时候 他才想起 之前那位战无灭说过的话 玉天神帝叶清宇 积残民族 叶清宇终于现身了 李牧心中一阵激动 自从老神棍说了四项之后 他对于叶清宇 孙飞和丁浩 就特别关注 孙飞和丁浩 李牧曾见识过他们的手段 唯有这位玉天神帝 李牧一直以来 都只是听老神棍描述 未曾在其他人的口中 听到其战绩和事迹 没想到今日 终于有了消息 和孙飞并列的三爵士之一 一出手 就击残了到尊蒙四祖之一的民族 民族的出身 应该是民府 号称职长幽明 结果却丧失肉身 成为了原神 由此可以推及 三爵士的实力 远超四祖级别 外面三大阵营的战斗 显然是也已经进入到了极为惨烈的阶段 又一个到尊蒙祖籍的强者肉身陨落 战况之激烈 怕是千百年所未有 深深吸吸了一口气 将脑海之中的种种杂念 都压下去 李牧缓缓开口问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史道尊为何会陨落 此因 到底是什么 花响荣道 五百年之前 中三天三祖鼎立 纷争不断 上三天之门不开 与牧云先主的宿命之战始终不能终结 道尊决定斩断这一世的因果 于是 他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 说到这里 花响荣深深的看了一眼李牧 道斩断过去 斩断现在 斩断未来 他直接从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里 剥离了一样像是龙蛇褪皮一样 褪去躯壳 留下的就是眼前这具身躯 褪皮 李牧一呆 旋即猛的明白了花响荣的意思 也就是说 眼前这个太史道尊的身躯 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 并非是说 太史道尊就真的死了 那他去了哪里 李牧问道 花响荣道 当然是死了啊 嗯 李牧有点猛 花响荣道 如果一个人 他失去了自己的身体 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识 也与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和事 都失去了所有的因果联系 那他是不是死了 李牧一想 还真是 世俗意义上 定义一个人的死去 就是他的肉体消亡了 意识也不复存在 所谓形神俱灭 正是如此 如太史道尊这样的仙人 精神和肉身 还有一切因果都剥离 那这个人也相当于是死了 所以说 太史道尊自己杀死了自己 他觉得 一旦自己死了 所有的争端 就可以消失 千界的动乱 也就结束了 这位仙界巨拨的思想境界 竟是到了如此高的地步了吗 李牧听得有些猛逼 一个昔日的太史道尊死去 一个新的仙道霸主诞生 天地之间 冥冥之中 有一股宇宙意志 影响着大事和格局 像是沐云仙主 太史道尊这样的仙道巨拨的存在 本身就是秉承天地意志而生 就好像是天地之间 不同力量和规则的代言人 代言人死了 天地就会演化诞生初心的代言人 花响容道 我这么说 你明白吗 李牧点点头 自懂非懂 但他明白花响容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 太史道尊参悟透了这一层智力 所以他斩断了自己的一切 斩断了过去 要做新仪式的主角 只有新时代的主角气韵 才可以打破旧世道的霸主 这就是他想出来的 终结先乱时代的办法 花响容继续说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句话应用于凡尘俗世 而这句话所代表的道理 却适用于整个世界 千道世界 每一个时代 也有每一个时代的主角 如果旧时代的主角 无法击败彼此的对手 那就让新时代的主角来击败吧 太史道尊 竟是想要割裂过去的一切 变成新时代的主角 第1590章李牧的最终身事 如太史道尊这样的仙人 从默默无名到屹立在这个宇宙的巅峰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因果 岂是那么容易斩断自身因果 哪怕是转世 也难以斩断 所以 他到底是参悟到了什么 又如何成为新一代的主角 李牧心中好奇 但也对太史道尊的才情和魄力 敬佩到了极点 这种事情 就算是沐云先主也未必做到吧 不过 在这个过程中 遭遇到了一点麻烦 巴想荣继续说道 老对头不太想要让道尊过于顺利 所以从他的身上 偷走了一些东西 基本上攫取了道尊的计划成果 这个消息 李牧倒是不怎么意外 太史道尊要变成新时代的主角 将沐云先主这个旧时代的主角直接抠 后者不进行反抗和破坏 那才是真的是脑子出了问题 不过 以太史道尊的手段和财情 按理来说 他进行这么冒险的计划 必然是有万全的准备 才会阵阵着手实施 结果还是被老对手沐云先主所称 这也只能说 这一对宿命之敌 还真的是其逢对手 江玉良才 偷走了什么东西 李牧问道 花响荣道 沐云先主直接把新的太史道尊给偷走了 格 李牧猛逼 神闻一死 花响荣道 道尊斩断过去 现在和未来 半生一尊新身 他的参悟和计划成功了 但是在成功之时 却被沐云先主提前一步 道走了新身 以至于 如今太史道尊所剩下的 就只有眼前这一尊一退了 李牧有点明白了 所以说太史道尊新辛苦苦 最后为他人做了嫁衣赏 一切胜利成果 都被沐云先主攫取了 这还真的是 一个大大的悲剧啊 花响荣看着李牧 注视他的表情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目光 李牧被看得一阵发毛 突然花响荣道 你其实可以仔细看一看这尊一退 尤其是 仔细看看他的脸 李牧目光下意识地朝着太史道尊一退的脸看去 这时 正好有风来 将那飞铺一般的浓密黑发掀开 太史道尊的整张脸 一下子就全部清清楚楚地展露了出来 这时李牧自从登上到尊山以来 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这张脸 足足看了一炷香的时间 他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答案 竟然是这样 他苦笑 亲情百感杂沉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太史道尊的那张脸 和当初自己在仙界看到的万仙图画像上的太史道尊 完全不一样 而是一张阳刚 俊朗 浓眉大眼 充满了阴气的脸 当然 最关键的是 这张脸长得和李牧一模一样 李牧看着这张脸 就好像是在看镜子里面的另外一个自己一样 如果说放在平日里 见到两个像貌一样一样的人 并没有值得惊讶的地方 就算是在凡间 依旧有许多双胞胎 长得分毫不差 更别说是在仙界中 有如此之多的幻化之术 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容貌 实在是在容易不过 但是这一刻 此时此次 面对着这样一个人 李牧就知道 相似相貌之中 隐藏着的信息 可就太惊世骇俗了 他明白了花响容 用那种目光看着自己的含义 他也明白了花响容 见到自己是第一句话 那道尊根本未曾去过天道山 这句话的底气和理由 从何而来 因为以前的那个太史道尊已经死了 自然不可能再去天道山出手 而现在的这个太史道尊 根本还没有回复记忆 还不知道自己的往事 处于被追杀的状态 又怎么可能出手 所以天道山上 出手袭击李牧 与牧云仙主分庭抗礼的神秘存在 另有其人 花响容证明了他的话 也告诉了李牧真正的答案 李牧 就是太史道尊 他 就是太史道尊 斩断了一切因果之后 诞生出来的新生 这才是李牧真正的身份 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急切的 想要李牧登上到尊山的原因 李牧站在太史道尊的一退前 仔细端详 在眼前这个太史道尊的身上 他感觉不到丝毫的亲切气息 或者是有任何异样 仿佛是在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 他知道 这是因为 他与太史道尊的一切因果 都已经完全斩断了 眼前的这具躯体 是过去的自己 但又和自己 没有丝毫的关系 李牧的大脑 在仔细的运转 他反复推敲和汲取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前因后果 和花响容说过的每一句话 做过的每一件事情 来衡量 刚才他说的一切 到底是不是真的 最后 李牧选择相信 花响容之前送酒 送菜 都是为了让他恢复所谓的记忆 但很显然 这种方法没有产生效果 后来李牧还是选择前往天道山 所以他不得不舍命制造出那破戒符 因为他不想太史道尊的心身 死在天道山 他知道木云先主一定会认出李牧 而且 还有一半的几率 会选择杀掉李牧 另一半几率 则会像是二十年前一样 将李牧夺涉恋化 得到了太史道尊的心身 木云先主可以摇身一变 自己成为新时代的主角 而那没破戒符的作用 就是在关键时刻 让李牧得以逃脱 他可以破开木云先主的大部分手段 当年木云先主用计取走了太史道尊的心身 后来为何又被西王母将其道出呢 李牧问道 西王母可以接触到心身 必定是接受木云先主信任的人物 他为何会选择背叛 李牧此时大概明白了一些脉络 木云先主用手段 获得了太史道尊的心身 宣称这是他自己本源和大道融合 制造出来的道子 他必定是有图谋 拜上未来得及进行他自己的计划 却出了纰漏 被西王母偷出这尊心身 天道蒙追杀之下 西王母最终不得不将这尊心身 以秘书送到昆仑秘境 成为了李林和薛蕊夫妇的孩子 一切都解释得通 问题就在于 西王母为何要背叛木云先主 花祥荣冷冷一笑 道 西王母背叛的人 何止是木云先主一个 李牧看向他 花祥荣道 当年破坏了道尊的宏图 将你从道尊山道走 献给木云先主的人 也是他 李牧心中极为惊讶 西王母从太史道尊身边 道走了心身 献给了木云先主 然后又将心身再度道出 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不是脱掉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吗 花祥荣道 也许是那对狗男女 利益分配不均吧 狗男女 李牧第一次听到 有人用这个这三个字 来形容木云先主 在刚才那一瞬间 他明显的感觉到 花祥荣本来平静 犹如冻结冰面一般的情绪 有了巨大的波澜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他的内心深处 对于西王母有一种极度的憎恨 所以在连续听到西王母的名字 想起了当年那段往事的时候 他冰封的心 终于是被彻底打破了 出现了罕见的情绪波动 察觉到李牧差异的目光 花祥荣不以为意 作为太使道尊身边 最为忠心耿耿的人 在他的记忆之中 若说有一个最为痛恨的人 那一定是希望 而不是牧云先主 李牧没有说话 花祥荣说的是一种可能 但不是全部的可能 他见过西王母 那是一个冷漠而又一直坚定的人 这样一个女人 她有没有其他目标 漫长的岁月里 牧云先主都为将她杀死 原因不仅仅只是想要通过她的口 找到心身这么简单 李牧尽最大的努力 消化着今日所得 可以说自从她修炼以来 今日遇到的震撼 无疑是最为巨大的 她的心神到此时 依旧犹如弓弦在震颤 那你带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李牧问道 只是告诉我这个事实 还是说 要我通过这尊遗退 找回昔日的记忆 花祥荣道 中三天局势大乱 朱祖和朱王都倾巢而出 到尊山空虚 所以才能带你来 告诉你这一切 如果你想要拥有 足以对抗牧云先主的力量 那就要融合眼前的这一句遗退 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让你拥有前世太使道尊所拥有的一切力量和修为 李牧摇头 我觉得你少想了一件事情 既然当初的太使道尊觉得 只有新生才可以成为新时代的霸主 所以才斩断昔日的一切 如果我融合了这句遗退 固然是获得了力量 但是 却也意味着要重新继承昔日的一切因果 重新变成了昔日的那个太使道尊 这样做 有什么意义 花想荣道 这一层 我早就想到了 他看着李牧 道 可你现在的实力 实在是太弱了 无法与牧云先主对抗 你执意要去天道山 身份已经暴露 牧云先主不会放过你 而且一旦非生者阵营知道这个心密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你有把握 以一己之力 同时对抗牧云先主和三爵士吗